大熊猫双胞胎,宝贝中的宝贝 人们常说,大熊猫是宝贝 而大熊猫双胞胎更是宝贝中的宝贝 为什么呢?理由有四 第一,增加种群数量 第二,减少遗传缺陷 第三,有助于科学研究 第四,吸引大众的关注 大家知道,大熊猫的繁殖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为大熊猫是一维物种,数量有限 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能够一次性增加两个或多个幼崽 这对于增加种群数量非常重要 根据有关数据 截至2022年,重庆动物园产下30胎大熊猫 其中13胎为双胞胎 一胎为三胞胎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这成功繁殖了8胎13仔 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率达到了40%以上 对摘掉宾微物种的帽子转成异微物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获得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 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 也对大熊猫的种群遗传的多样性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大熊猫数量稀少 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异较小 这可能导致一些遗传问题 而双胞胎的出生 能够增加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有助于减少遗传缺陷的发生 同时,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 对科学研究也非常有帮助 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观察和研究双胞胎的成长过程 了解更多关于大熊猫的生活习性 繁殖行为和遗传特点 这些研究可以为大熊猫的保护和繁衍 提供更科学的指导 此外,大熊猫双胞胎的诞生 也能够引起公众的兴趣和关注 提高大众对大熊猫保护的重视程度 促使更多人参与到大熊猫保护工作中来 共同为大熊猫的生存和繁衍做出努力 以上所言,大家以为如何? 欢迎沟通交流 大熊猫双胞胎,宝贝中的宝贝 人们常说,大熊猫是宝贝 而大熊猫双胞胎更是宝贝中的宝贝 为什么呢? 理由有四 第一,增加种群数量 第二,减少遗传缺陷 第三,有助于科学研究 第四,吸引大众的关注 大家知道 大熊猫的繁殖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为大熊猫是一维物种 数量有限 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 能够一次性增加两个或多个幼崽 这对于增加种群数量非常重要 根据有关数据 截至2022年,重庆动物园产下30胎大熊猫 其中13胎为双胞胎 1胎为3胞胎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这成功繁殖了8胎13仔 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率达到了40%以上 对摘掉并微物种的帽子转成异微物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获得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 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 也对大熊猫的种群遗传的多样性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大熊猫数量稀少 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异较小 这可能导致一些遗传问题 而双胞胎的出生 能够增加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有助于减少遗传缺陷的发生 同时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 对科学研究也非常有帮助 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观察和研究 双胞胎的成长过程 了解更多关于大熊猫的生活习性 繁殖行为和遗传特点 这些研究可以为大熊猫的保护和繁衍 提供更科学的指导 此外大熊猫双胞胎的诞生 也能够引起公众的兴趣和关注 提高大众对大熊猫保护的重视程度 促使更多人参与到大熊猫保护工作中来 共同为大熊猫的生存和繁衍做出努力 以上所言 大家以为如何 欢迎沟通交流 大熊猫双胞胎 宝贝中的宝贝 人们常说 大熊猫是宝贝 而大熊猫双胞胎 更是宝贝中的宝贝 为什么呢 理由有四 第一 增加种群数量 第二 减少遗传缺陷 第三 有助于科学研究 第四 吸引大众的关注 大家知道 大熊猫的繁殖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为大熊猫是异为物种 数量有限 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 能够一次性增加两个或多个幼崽 这对于增加种群数量非常重要 根据有关数据 截至2022年 重庆动物园产下30胎大熊猫 其中13胎为双胞胎 一胎为三胞胎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这成功繁殖了8胎13仔 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率 达到了40%以上 对栽掉宾威物种的帽子 转成异微物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获得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 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 也对大熊猫的种群遗传的多样性 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大熊猫数量稀少 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异较小 这可能导致一些遗传问题 而双胞胎的出生 能够增加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有助于减少遗传缺陷的发生 同时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 对科学研究也非常有帮助 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观察和研究 双胞胎的成长过程 了解更多关于大熊猫的生活习性 繁殖行为和遗传特点 这些研究可以为大熊猫的保护和繁衍 提供更科学的指导 此外 大熊猫双胞胎的诞生 也能够引起公众的兴趣和关注 提高大众对大熊猫保护的重视程度 促使更多人参与到大熊猫保护工作中来 共同为大熊猫的生存和繁衍做出努力 以上所言 大家以为如何 欢迎沟通交流 大熊猫双胞胎 宝贝中的宝贝 人们常说 大熊猫是宝贝 而大熊猫双胞胎 更是宝贝中的宝贝 为什么呢 理由有四 第一 增加种群数量 第二 减少遗传缺陷 第三 有助于科学研究 第四 吸引大众的关注 大家知道 大熊猫的繁殖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为大熊猫是异为物种 数量有限 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 能够一次性增加两个或多个幼崽 这对于增加种群数量非常重要 根据有关数据 截至2022年 重庆动物园产下30胎大熊猫 其中13胎为双胞胎 一胎为三胞胎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这成功繁殖了8胎13宅 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率达到了40%以上 对栽调冰威物种的帽子转成易威物种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获得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 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 也对大熊猫的种群遗传的多样性 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大熊猫数量稀少 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异较小 这可能导致一些遗传问题 而双胞胎的出生 能够增加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有助于减少遗传缺陷的发生 同时 大熊猫双胞胎的出生 对科学研究也非常有帮助 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观察和研究 双胞胎的成长过程 了解更多关于大熊猫的生活习性 繁殖行为和遗传特点 这些研究可以为大熊猫的保护和繁衍 提供更科学的指导 此外 大熊猫双胞胎的诞生 也能够引起公众的兴趣和关注 提高大众对大熊猫保护的重视程度 促使更多人参与到大熊猫保护工作中来 共同为大熊猫的生存和繁衍做出努力 以上所言 大家以为如何 欢迎沟通交流 不许多人参与电话 欢迎沟通交流 大熊猫保护工作中来 大熊猫保护工作中去 大熊猫保护工作中了 大熊猫保护工作中 感谢观看